院长,你知不知道大宇治水 知道,大概知道 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宇治水会被讨论呢 有一个家长跟孩子来分享这个大宇治水的故事 但是他这个高中的孩子却不知道大宇治水 结果被沿上了 那因为大家都认为大宇治水是个神话 那这个神话你以为去了解大宇治水 你不如去了解这个八田雨衣哦 那说到这边,我就要请教院长 你认为八田雨衣跟大宇治水哪一个重要 它存在不同的时代,也存在不同的地域 那就我们这个时候来看 八田雨衣在台湾在南部是比较近的时代 去了解它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快速直接的 那大宇治水那是早期更早远的时代 所以能够了解到它大宇治水跟八田雨衣 这两者的关系就是一个历史的传承跟截区 所以你的意思哪个重要 就历史来看它就是事实存在的 事实存在的历史都是正确而重要都应该去了解 因为我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 不管是过去的历史或是承接的历史 只要是我们国家在,我们就必须要去传承去了解 而不是只限于一个区域而已哦 所以讲到这边就表示着 八田雨衣跟大宇治水是一样的重要 这个院长同意了哦 有的是生活的体验跟接触,有的是历史的研究 所以在历史上我们都必须去传承下去 还是正确的方向 院长,你是行政院的大家长 也是家里的家长 所以我想请教你,你为人父母 那你的儿女在小时候的时候 你是不是一定有跟他讲一些小故事 会啊 所以我请教院长,你知不知道大宇治水 知道,大概知道 所以本期想问院长,你知道是大宇治水 那为什么现在大宇治水会被讨论呢? 最重要的就是媒体报导出来 有一个家长跟孩子来分享这个大宇治水的故事 但是他这个高中的孩子哦 却不知道大宇治水哦 结果被研上了哦 那因为大家都认为说大宇治水是个神话 那这个神话,你与其去了解大宇治水 你不如去了解这个八田雨衣哦 那说到这边,我就要请教院长 你认为八田雨衣跟大宇治水哪一个重要? 它存在不同的时代,也存在不同的地域 那就我们这个时候来看 八田雨衣在台湾在南部 是比较近的时代,去了解它 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快速之阶的 那大宇治水那是早期更早远的时代 好,所以能够了解到它 大宇治水跟八田雨衣 这两者的关系就是一个历史的传承跟结局 是,所以你的意思哪个重要? 就历史来看它就是事实存在的 事实存在的 事实存在的历史都是正确而重要 都应该去了解 因为我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 不管是过去的历史或是承接的历史 只要是我们国家在 我们就必须要去传承去了解 而不是只限于一个区域而已 所以讲到这边就表示着 八田雨衣跟大宇治水是一样的重要 这个院长同意了 有的是生活的体验跟接触 有的是历史的研究 所以在历史上我们都必须去传承下去 还是正确的方向 所以讲到这边 接下来我就要跟院长来讨论的 就是我们108课纲 这个108课纲在上路以来到现在 在我们外界这个争议非常的大 因为学生不了解 老师又疲于奔命 疲于在这备课当中 在准备很多的素材 我们要孩子在他们适性扬才 要去多元选择课程 但是他们课业非常的重 在这么重的课业里面 要去寻求这些课纲去选择 所以他们在黑暗中去去寻所的时候 他们只得用堵的方式 如果中了中去堵了对了 他们就找到他们的兴趣了 所以才会在外界来讲 一直说108课纲都要好好的来再讨论 是不是 部长您上来了 您认为108课刚刚要讨论吗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我们从我们这一个所 这个教育基本法里边 我们所期待的培养未来的人才的一个图像 事实上那些基本能力 这个素养事实上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专业的人士 专业的老师 但是我们专业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 我们很多老师就要去监客 监客一下他疲于奔命 工作压力变得更大 老师累孩子也累啊 事就要改变了 该改就要去改吧 我同意委员 就是说我们在教育现场 确实怎么样去让老师 他学的一个本科专业 能够从专业里边去指导 所以你同意说必须要专业的老师嘛 不能说他是监客 他去备客 准备一大堆的资料 这样子他工作量增加了 压力也变得大了 是不是 我想应该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我们确实当时在 这个所谓的委员关心的学习历程档案 确实当时就只有在那一年宣布的时候 只有那一年做政策的一个宣讨 部长 我现在提醒你的就是 因为你的多元学习 让孩子选择很多的项目 他没有办法在很多项目中 找到自己的兴趣 那尤其是他们我们对于考试 才会求取要需要的知识嘛 所以用考试来准备他们要的知识 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他变成会狭隘狭窄在一个范围里面 就是因为要准备考试 所以接下来本期要跟你谈的 就是我们学习历程的档案 在学习的过程中 他们要准备这个学习历程档案 但是他们本身的课程就已经很多了 那孩子们在这么多课业返查当中 他们没办法也不了解 没办法准备 所以就变成了这个是金钱的游戏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要找补习班来教 找补习班来教的话 又发生了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针对于弱势 就会变成非常的不公平 因为是金钱游戏嘛 他没有金钱去准备补习班来教 他没有金钱去找更多的科学活动 让他的那个学习 那个历程档案里面更加的丰富 结果这个历程档案做出来了 是他的兴趣吗 是他要的吗 我们打了很大的问号 所以外界所以民众还一直说 必须要检讨改进 是跟委员报告 确实我们也发现 其实陈委员刚才事实上也很清楚 学习历程档案 对学生他怎么样去反思 他自己的生涯的一个探索 包括学习兴趣的一个培养 都是好的 但是在推动的过程 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衍生了一些 因为他缺乏引导啊 所以这个部分 他一般的课程里面 他已经学习压力很大了 他在准备这些资料 他没有足够的引导 这方面不仅是高中三年级 我们会到高二高一到国中 甚至小学 我们开始去跟教育现场 包括跟家长 部长没有听到问题的增结 问题的重要 因为你说从高中三年还不够 还要到国中还要到国小去 他们一般所有准备课 不管是双理还是数理 这个教育他们已经疲力奔命了 你还要给他这个学习档案 他不是要怎么去摸索 你的利益良善 要他找出他的兴趣 未来就是让大学入学的科系 来看这些历程档案 对不对 但是这要的 这做出来的档案 这建党的档案 不一定是他的兴趣 不一定就是他要的东西 部长你们了解 这个增结重点在这边 我们并不是要小学生 开始去写 国中生开始去写 我们是让从开始各级教育 他知道 所以部长 我才说 必须要充足的时间 他没有充足的时间 就找补习班去教 结果这东西就客制化出来了 客制化出来的话 不是孩子们真正自己的东西 所以未来入学的时候 给我们科系去看的时候 不是正确的 这样子对孩子 不一定是好的 所以我们必须 统整去检讨 拐改的就改 比方说老师批一分面 孩子也非常辛苦 孩子非常痛苦 感谢委员的关心 但是我要利用这个机会 跟委员报告 以台大为例 我们看到 那一些透过推升 透过这个学历程档案 有更多的弱势 或者一般的学生 他进入到台大 那这一个 也是同时委员在关心的 我们希望减少 这个地线上 这些学生或者家长 他们不知道 大学的教授 他们在看什么 所以我想 我们在未来在这个沟通 我们会 部长你的坚持 但是我们必要为学校 为老师 为学生都好 我希望你出去通盘检讨 该改的地方我们去改 改一个适当的方式 让孩子真的 适性洋才 能够学以致用 不要让他们 拼于斑面这么辛苦 好不好 他们的想法都跟委员的想法是一致的 好我们要努力 我们又必须要通盘检讨 是 要去改 那接下来本期想请教 呃院长 院长 你要讲学法吗 学法你还要讲个通行语 你认语吗 抱歉 这个还要学习 还要学习 呃本期是客家妹啦 所以我们非常重视客家语言 因为现在我们的客语啊 呃 呃濒临这个已经灭绝了 那我们客家人 在全台湾来统计上 大概有四百五十万人 是 在我们所有 呃 的 总人口数的 这个是第二大类的 这个客家人 呃 呃 仅次于这个辅老人 那我们看到客语 要频频灭绝了 那 院长 你虽然不会讲客家话 但是你是政策的指导者 你要怎么做 要怎么救呢 呃 谢谢委员的提醒 客语 也是台湾的 国家语言之一啦 齁 我们在六月二十七号 行政院会当中 已经就 国家语言 研究发展中心的设置条例 我记得那天在讨论的时候 现场 都在 重点很多的发言 在讨论客家话 但是 都不是用客语在表达 我当场还讲说 这个就是台湾 就必须要客语 欧元文化的一个珍贵 就像客委会的人都要 会讲客家话 他还是用 当场还是用 是 这个精神指标 是非常的重要啦 院长 一百零九年时候 我们人口 跟我们住宅的普查报告 呃 我们大概有呃 客家族群有四百六十六万人 但是使用客语的只有一百二十九万人 不到三分之一 不到三分之一 那在全国来的总人口数 也不到三分之一 所以 所以在一百一十年全国客家人 客家人口 寄我们 语言的基础资料的研究报告出来 不管是听的能力 说的能力 都是下降的 尤其是在 未到六十岁的这个 比较年长的家庭里面 他使用 客语的不到一层 如果比较年轻人的家庭里面的话 他的语言能力就比较不佳了 所以在整个住的环境里面 这个环境里面 他就没办法去试用 去沟通去讲 这个客家话 整个住宅的环境 对客语非常不友善 是不是 所以我们会从各方面来加强 包括刚刚说的 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 是 在这个设立之后 原住民族的各的语言 客语 台语 还有包括马祖语等等 都会在里面成为一个全力推动 我也相信 客语绝对是相当重要保存的 因为人口数 确实是多 虽然在108课纲里面本土语言里有放进课纲 但是学习的人数还是下降 客语认证的人数虽然提高了 但是还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这一点就要请 刚刚院长特别提到说 你的设置条例 本来我们客语的客家基本法的修正 本期都有提案 那时候就讲说我们客语要有这个发展的研究中心 那时候 当下我们的法通过之后 我们就要设立的 后来说因为国家语言的发展中心 在等这个法通过 后来这个法通过了 要等这个设置条例 这个设置条例那时候 在107年的时候到现在 七年的时间 就为了等国家语言发展中心的设置条例 我们等了七年 现在终于在上个月送进来了 送进来了 我们很高兴 说我们可以加国家语言发展中心 跟客语的发展中心 可以併在一起来做 但是文化部 文化部的次长 文化部的次长李静慧 他在记者会里面 记者会里面 特别提到说 这个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 会处理跨语言别 跨领域的研究 单一语言 但是客家化 原住民要回原单位 院长 部长 客家语言基本法 为了客语发展中心等了七年 等到今天结果 又说回到原单位 回到客委会去 我们白等白耗了 白耗了 这七年的时间 让我们客语 没办法去发展吗 既然叫做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 那国家语言 各个语言都算嘛 国家语言的定义就非常清楚 所以客语要放进去啊 当时告诉我们说 客语就可以并进来 所以我们等了七年 结果现在设置条例通过了 就说又回到原单位 又绕回去原单位 让我们客语的发展 白白耗费了这七年的时间 所以在这边 拜托 院长 虽然你不会讲客家话 我相信你会支持客家语言的发展 不要让它灭绝 现在这个设置条例 已经通过了 赶快把我们客语的研究发展 不要让这语言 来做凋零的情形发生好不好 我们会让这个研究发展中心 将来很健全的发展 同时不止在这里 我希望各个学校的教育 适合的地区地点 都应该把客语融入成一个教材 让我们客语继续传送下去 好 接下来本期要跟院长请教的就是说 我们农科三起的进度 因为这个在前年的时候 在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启动了农科三起 因为农科三起 前面有一起跟二起 这个都非常的成功 所以我们相信三起的推动 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但是当时啊 这个因为这个土地 征收的范围啊 没有确定性 也跟地方疏于沟通啊 所以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弹 那后来呢 草原市政府跟我们科管局 跟本西啊 跟地方慢慢的沟通 终于获得到共识了 虽然是征收土地的范围 面积减少了 但是 大家都乐观其成啊 所以但是 本期听到 听到说 我们行政院要来做沟通跟协调 请问协调了没有 好 报告委员 我们啊 新竹科学人器管理局 跟桃园市政府 现在正在 我是说听说行政院要出面协调嘛 那协调了吗 现在有进度吗 大概什么时候 呃 现在桃园市政府在在 划定 重新划定范围 因为看 那我已经出来了 那还还没有出来 啊现在还在协调 因为还有签校 这个包含这个 呃 龙德国小 德龙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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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在这所有面积的中间 所以他不要签校 一定要签校 所以我们希望签校的时候 要签到学区里面 不要签到这个北边 北边的话 有另外一个学校 就会重复了选区 所以我们希望 呃 不管是我们文化 呃 我们教育部 还是说我们的院长 希望我们要照顾 孩子们就进入学 学区的完整性 让德龙国小 可以往南边签移 好不好 所以说 那两块 所以我有建议 两块地方啦 都是已经 土地都没有问题的 希望说能够 获得我们科管局的 这个支持 好 好 谢谢 谢谢旅林委员的咨询 谢谢卓院长 各位官员的备询 谢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